大家好,茶花是使阴植物 在强光的环境上,我们都会给它进行遮阴 营造好良好的环境,让它生长 那么进入了炎热的夏天,还有光照强烈 我们养护的茶花就要给它做好三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涂养 有条件的话,我们就要给它更换盆土 要不我们在每次施肥的时候就要给它封松涂养 才有利于根式更好的呼吸氧气 才能让茶花更好地生长 如果长时间没有给它翻土的话 这个土养的是最容易出现板结 尤其是我们购买回来的茶花使用的是黄泥土 经过长时间养护出现了板结的现象 土养板结了,根式就缺乏了氧气 逐渐地出现了干枯死亡的现象 第二,补酸,茶花它是使用弱酸性土养 那么这个土养一旦出现了碱性化就不利于生长 我们要定期的一个月给它补充两次硫酸亚铁 使用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先准备好800毫升的清水 然后再给它兑入一克 一定要给它搅拌充分溶解 当我们的茶花叶片出现泛黄叶脉仁清的这些状态的话 我们使用的这些酸水呢 先是给它喷洒叶面 通过叶片的气孔快速地吸收到甜原素 很快就会慢慢地改善 喷洒完之后我们再用来浇灌根部 这样呢就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如果长期没有给蜘蛛补酸的话 那么它的长势就会受到影响 或者呢我们可以使用这种 习酸性营养液是最简单又方便 既可以调节水劲又可以补充养分 以水代肥使用 第三点就是养分 当我们给它营造好良好的环境 还有给它保持湿度 那么这个茶花的植株长势非常好非常快 这时我们就要及时地给它补充养分 当我们补充养分的话 一定要坚持剥肥禽兮 因为茶花的根据比较牵势 而且呢又比较浅 想要它能够更好地吸收到养分支撑 我们就薄肥禽兮 七到十天使用一次水酸性营养液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